高雄有家精香鋪经营多年 它除了具有的经营模式之外 最近还发展出了以沉香为主要商品的 顶级薰香品牌 准备大抢观光商机 沉香光是这样点就有香味 就有香味 到处还没加工过的沉香 拿起打火机点燃后 随即把火苗熄灭 以示满是清香 加工过体积巧不占空间 沉香商品的设计开始生活化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携带外带性的 让每个就很方便这样子的使用 曾经得到设计奖项肯定的包装 增加了产品质感 价值上百万元的沉香 也被放进台湾顶级薰香品牌的观光工厂里 和以往的精香铺商品相比 有明显的市场区隔 主要是就是把那个传统 它传统里面在点的香 很多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过程我们是把它转成说 把香可以生活化 沉香它对人体的帮助 都是诉求天然为主 从高雄在地精香铺老店区分出来的精致化路线 输打被誉为自然界钻石的沉香商品 是转型也有意打破一般人对香的刻板印象 发展约大概十七八年 对是从传统的精香铺 转成把它做成卖场 现在又新的形态 把它做成家庭薰香这一块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也是创新的一种 把随处可点四处飘香的想法 纳入新品牌的经营规划 老牌精香铺开新店 用观光工厂的形态 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 公司欧恩员潘聚光采访报党